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颈椎一个脱位 然后一个神经损伤 他现在呢就是做过手术呢 他那个感觉啊 比手术前要好一点 但是这个神经恢复都是很慢的 时间长恢复慢 有的遇到一种不恢复的 他也有可能他这个 以后就是卧床 休止呢主要是一个 一个手术过后 一个促进神经恢复 第二个保证生命体育 保证这个病人的一个 一个手术后的安全 现在他就是 现在已经脱离这个中文监务室 到普通病患来了 后期呢如果伤口 伤口没什么问题的话 到就需要到这个康复 康复医院或者是康复治疗中心 去治疗这个促进神经恢复这一块 现在目前情况还比较平稳 生命体育还可以 血压脉搏呼吸这一块 反正情绪可能多多少少 还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也来得太突然了 周期比较漫长 有的时候好多年 大概是在十几万块钱 这个后期的费用也不好估计 这个康复的费用也不好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